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市長我們今年有得到金輝獎 是最高榮譽的得獎的單位 第二單位是我們高雄捷運有限公司 今天出席的是我們賀辛總經副總 謝謝 謝謝 另外第二得獎是我們豐富外事業有限公司 今天跳牆是我們陳執行長 第三得獎的單位是我們企業娛樂藝術企業社 我們的曾執行長跟陳經理 另外我們在推企業職工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些當我們的業師顧問 所以今天也請我們業師顧問來 包含有我們中鋼股民有限公司 我們的黃顧知事長 台宏科技有限公司的 我們的人事管理處的陳處長 還有工程師也是台宏社的社長 還有我們安利事業 我們要提交卓越體系的 我們有成立卓越國際公益協會的李理事長 還有魔術魂 我們借我們的王貝洲理事長 我們致志願服務資源中心的成賣檔問 謝謝 謝謝 那我想第一個 我們要非常非常感謝我們這麼多的企業職工 企業職工做了很多自願服務的工作 這些工作讓高雄市成為一個非常友善 同時是在整個自願服務上受到全臺灣的感電 我們2009年世界運動會 之所以民國放任到現在 在國際間或者是臺灣的內部 被認為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世界運動會 最主要是因為制度的營養 當時有五千多位的志工 五千多位的志工 這五千多位的志工 包括來自參與世界運動會 不同的國家人 不同的議員 他們都非常地厭擔任志工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因為這些志工表現得 讓全球參與的選手、教練、國家代表隊都很感動 所以他們認為在那一次 我們真正地體會到志工的意義 那我們現在非常感動在高雄有很多的企業 大家都是認為熱心供應、參與、志願服務 都也是一個企業的精神、企業的形象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企業 都率領他的很多員工 在從事對我們社會政府的觸角 或者政府的農曆 或者政府的人力所最沒有做到 這個部分有很多企業的志工 他們隨時進入這個企業 他們都在花費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我會覺得這個是讓我們真的非常感動 那我覺得志工本身真的就是一個最美麗的工作 他們願意花時間、花精神 甚至有時候出錢出力、參與對別人、服務別人 沒有報酬 或者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協助很多人 不夠鼓勵很多人 或者是參與有很多 我們高雄是比較需要協助很多不同的層面 有志工在裡面 所以我看到我們這些志工 真的讓高雄能夠這麼美麗 美麗不只是一個外觀上的美麗 而是說這個城市的精神 有那麼多的志願服務 有那麼多人願意跟我們一起關心弱勢 關心無力者、關心孤獨的人 我會覺得說這個城市的精神 我會覺得是非常感謝企業跟我們一直在發揚 這個城市比較深度的內涵 我認為城市的美麗也絕對不是說高樓大廈 我們有山海、河港 這個城市的美麗是說這個城市怎麼去善待弱勢者 這個城市怎麼樣子的對待老人 這個城市怎麼去對待無意、無力、無力的人 所以我是看今天做到表揚的這麼多優質的企業 都在發揚這樣的精神不是很感動 我跟我們社會局邀局長 我以前擔任過社會局局長 我在台北市擔任社會局局長、高雄也是 所以我非常體會、非常深刻的認識到這種志願服務、志工 那我們的志工都是要受到專業的信念 是幾個小時、36還是70成這樣 他們又要有這個系列 志願要能夠想要7000塊? 7000塊?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當志工 專業委員 要受證每個單位的時數不太一樣 當周一級的話 就要75小時 75小時 所以這個做事很棒 我是認為高雄市的志工 我看了我這邊的資料 我們的志工真的 我們高雄市是 我們的志工的工作 還有各裏留言 環保 還有環保 還有天鄉服務 還有晉山活動 還有獨居長輩的關懷 還有社區清潔 還有美容的意見 這個都是非常 他們自動服務的內容 是非常的多元豐富 我實在是很感興 我看過這樣的工作 是我們覺得台灣非常需要 這些非常正面 正向的力量 讓我們這個社會溫暖和諧 所以我們覺得志工 我常常說志工是一個最美麗的行業 真的最美麗 大家做志工 我剛剛看到如果要受到表揚 要有7700多個小時以上 我一直在算 我們沒有算出來 7700多個小時 換那很長 我們一天才24小時 那要7700多個小時 所以我會非常感謝今天在場的這些企業 因為企業他們的目的除了照顧員工 讓企業有合理的利潤以外 大家也去想到我們的社會責任 企業的責任 那我是認為這個是我們真的非常高興 所以我也覺得說今天在國際志工日 大家一直在對於推崇那麼多的企業 我們看到很多企業做了很多 讓我很感動的事 我常常說政府是有限 政府很有限 民間是無限 那政府我們依法行政 政府有些時候對於在法律邊緣 他的施詐就不能夠沒有那麼 就會比較怎麼講 就綁得很緊 譬如說我們對於一些弱勢的照顧 如果他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我們所有的同仁 他要再協助他就會充滿了難度 所以這個時候就民間企業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社會局也都是會說 除了依法行政 我們社會局在對高雄市各個弱勢府的標準 我們是存款 那你們在形式上看起來 好像高雄市的低收入戶 需要關懷的對象怎麼這麼多 但是他不知道另外一層的意義是我們重寬 我們重寬的理由是因為如果我們重演 就很多在這個邊緣需要照顧的人 你就沒有辦法用政府的職員來協助他 如果我們重寬 那雖然在整個外 有些時候我們在議會 那議員就說你看高雄市很差 你看我們的低收入戶這麼多 我說你這個 我用另外一個角度跟你講 不是這樣 不是我們高雄很糟糕 我說高雄市重寬 我覺得議員應該鼓勵高雄市政府重寬 其對待弱勢需要協助的人 那重演是最簡單的 我就一句話 我依法行政很抱歉 不過我不希望我的同行是這樣 我只要重寬 對於弱勢者我覺得我們應該用更人道 寬度我們的心 我會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這樣做 那我們真的非常非常感謝我們的企業 大家你看多能夠這樣做 大家人在所有我們的領域這麼積極服務 我們真的很感謝 我們希望未來高雄市政府的社會群 能夠跟所有的企業合作 我們來協助在我們高雄市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高雄市 我看我們很多企業會 同級的長輩 弱勢的長輩 還有我們很希望企業能夠投入 譬如像我們的新移民 高雄市現在新移民的殖民超過1萬多人 這些新移民我們從 很希望他從他人生的一開始 他就在起跑點上不要差太多 所以我想這些企業能夠幫助吸引你的家庭 如果這個孩子 他在我們的幼兒園 如果這個孩子從小有那種客戶的照顧 營養 我們的企業能夠來認養 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等於他可能一開始 因為在適應學習上 他這個部分會 可能還沒有把他的潛能打開 可能媽媽在這個語言的表達上 都還沒有這麼順暢 那如果我們能夠大力協助 我相信他的很多潛力是不得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弱勢的孩子在這個部分 高雄市政府願力用支援 也願力跟企業合作 來協助我們新助理的下一代 他們可能未來都是企業在東南亞的先鋒 所以我們鼓勵這些新助理的孩子 從小寫媽媽的話 如果你會講越南話 如果我會講印年話 我會講泰國話 這樣的話都是對他的生活將來 這個來講都是一種不同的能力 所以我們是很重視 現在我們的交易局 對我們新助理的孩子 我是用這個機會讓我們的企業了解 我是用企業跟我們合作 不管在我們的教育局 社會局 都能夠來協助他們 那我相信也許若干年以後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社會非常多元 文化非常的豐富 我們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我所期待 我們高雄就是希望這樣 多元 豐富 我們這個高雄非常具有人道的關懷 我們高雄人士非常的平等 他每個人都很有尊負 這是我的夢想 我希望我有深知年能看到 也希望這樣 那今年我們那個中高雄高劫 四中 他們辦了一場非常棒的輪椅音樂會 就在高劫 美利島站 美利島站 然後請到非常知名的江振杰 我們來大吉祥 大吉祥 然後所有可以的朋友們 大家都坐著捷運 從四面八方 來到美利島站 然後他們全部包這個場地 然後讓大家享受那個下午的朋友 非常非常好 所以下次應該也讓我有機會 拜託說希望明年 希望明年繼續 好 好 一列入 兩列入 我們的 我們剛剛倒出來前 巧琦乾 現在可能倒出來前 巧琦乾 巧琦乾 對啦 告訴我們 這個都是很好的事 因為 覺得這個很重要 讓我們的 身臟 和我們的障礙者 在這個部分 我希望他的人生 缺憾 少一點 不能說 他已經有一些 讓他們覺得生命中的缺憾 但是如果我們先祝他 讓他們走出來 這個部分 是我們最期待的 所以我要謝謝大家 豐富的高雄 讓高雄這個城市 我覺得高雄會順 不是山海好感 高雄的盟 是說高雄我們的企業 高雄所有人生活在高雄 沒有一個人是應該被放棄 這是我們的期待 所以我們一定要非常感謝 今天我們所有的企業界的好 跟你們說很討厭 很努力 謝謝 希望呼籲更多其他的企業 所以我們要請市長幫我們 送一個小樹苗給所有的企業 有希望我們 讓我們企業總製的精神 可以散播在更多的企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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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 我們的市政政務的攝影 那個佳澤 來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久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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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謝謝 謝謝 好,謝謝,非常好 謝謝,謝謝喔 謝謝你們的幫忙 好,謝謝,謝謝 好,安慰 謝謝 謝謝 謝謝喔 謝謝,謝謝 我要參加非常多的 真的 我好像有錄過暗地的場合 謝謝,是水機還是什麼 我忘了什麼 那是企業價值文化 謝謝 謝謝 謝謝,這是我們很多 讀書不懂的一個很重要的書 謝謝 謝謝 最後我們是邀請學友的機 謝謝 好,謝謝 謝謝